主料,鲜黄花菜100克,肉片150克,辅量,姜丝两片,鸡汁二大勺,盐一点五勺,胡椒粉一勺,鸡精二分之一勺,香油一大勺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肉切成片,放陆生粉,胡椒粉,烟割香油码味,姜切丝待用,鲜黄花洗净放清水里浸泡两个小时,沥干水分待用,锅里加上冷水, 煮沸后放入姜丝和肉片,然后加入鸡汁,大叶兰花放入,搅拌均匀,煮到黄花菜变软,加盐和鸡精调味,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 黄花菜做法指导,一,新鲜黄花菜中含有秋水鲜血,可造成胃肠的中毒症状,顾不能生食,须加工晒干 吃之前先用开水焯一下,或是凉水浸泡两小时以上,食用吃火力要大,彻底加热,每次食量不宜过多 金针菜适用于凉拌,应先炒熟,炒,豚汤或做配料,不宜单独炒食,应配其他食料 另外应选用冷水发质的较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